这本书的核心就围绕一个问题,人和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过去我们常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这本书告诉你,不对,四千多年前,自打钱这个东西出现,就一直塑造着我们的心智,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等,人性中有些不容易被观察到的隐秘面,往往一牵扯到钱,也会露出马脚。 接下来,我将分成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回答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人和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该怎样主动管理金钱带给我们的效用? 好,我们先来回答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人和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钱除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价值,对我们还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虽然内容很多,但读完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些研究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共同点,这是我个人的总结,那就是,金钱是一个强大且需要警惕的评价体系。 注意啊,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强大,需要警惕和评价体系。 其中啊,评价体系很好理解,金钱当然是个评价体系,不光是在商品交易中,即使是在社会生活这个层面,金钱也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 比如嫁女儿要给彩礼,给多少钱,就是看你有多在意我,再比如朋友之间愿不愿意借钱,借多少,是对我们友谊情分的评价。 但是你注意啊,我们的结论中,在评价体系之前加了两个前缀,强大和需要警惕,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分别解释一下。 首先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钱是一个强大的评价体系。 我想先给你讲个小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很多做金钱相关研究的人都引用过。 有个犹太人背井离乡,搬到一个镇上,开了家裁缝店,人生地不熟的,周围人啊,对他都比较冷漠。 不过他倒也不在意,平时做事小心谨慎,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他偏见很大,于是找了帮地痞流氓去店里捣乱。 地痞流氓们经常往店门口那么一站,就开始大声辱骂,赶走客人。 而且一呆就是大半天,根本没法做生意,店主又害怕又焦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自己吧,势单力薄,肯定也不能和这群流氓们正面发生冲突,好言相劝也不管用。 于是,店主想了个办法,结果几天后,这帮地痞流氓们还真不来骚扰了,你能猜到是什么方法吗? 好,咱们就不卖关子了,这个办法就是给钱。 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天,地痞流氓们刚到店里,店主就给了他们每人十美元作为他们努力的回报。 结果他们兴奋地大声辱骂了一下午,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第二天呢,他们又来大喊大叫的,等着拿赏金啊。 但是店主说,生意不好,他只能付得起五美元了,于是就向他们每个人上交了五美元。 那这相比于前一天,地痞流氓们肯定有些不爽,但毕竟五美元也是钱,所以他们拿了钱嘲笑了店主一阵子就离开了。 又过了一天,这帮地痞流氓们又来报道了。 店主没辙了,无奈地说,现在只有一美元能给他们了,于是就伸手去抽屉里掏。 结果这些地痞流氓们特别气愤,就对着店主吼起来。 一美元,你这是打饭要饭的吗?我们这帮人是绝对不会天天跟个智障一样把时间耗在你这儿,这点钱还不够塞压缝的。 结果可想而知,这群人气愤地离开了,后面也没再来骚扰过,店主的生活又归于平静。 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呢? 我们不是要夸这个店主聪明,而是你发现没,在这件事情里面,钱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它不等同于收益,钱的作用相当于是给这帮地痞流氓们的破坏行为定价了。 店主通过引入钱这个新的评价体系,来给他们的破坏行为做了一个估值,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失去了动力。 我们再试着分析一下这里面的过程,如果没有引入钱这个评价体系, 那地痞流氓们对于破坏行为最开始的评价体系是什么呢? 概括来说,可以分成两点。 第一点是店主的恐惧程度,第二点是他们内心的快感, 也就是说,每次破坏的越严重,店主的恐惧程度就会越高, 地痞流氓们的内心快感就会越强烈, 所以破坏行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基本上是不会衰减的。 但是把钱的概念一抛出来,立马就替换了这个评价体系, 这些破坏行为是否继续进行,不再取决于店主的恐惧程度, 而是取决于我给你多少钱了。 简单说,这个店主用钱替换并且锁死了流氓们的内心快感。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一定要用钱来做估值呢? 不能给点其他的东西吗? 不能,前面说过,金钱这个评价体系是我们公认的, 能够作为衡量万事万物价值的中介, 这就导致了钱非常容易替换其他的评价体系, 并且可以凌驾于其他体系之上。 而且在这个故事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小镇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什么最复杂? 人际关系啊。 设想,如果没有钱这个评价体系, 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和依附关系是高度人格化的, 但是有了钱这个评价体系, 其实是拆除了熟人社会中, 通过漫长的过程,费劲搭建起来的交手架。 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发现了为什么要用强大来形容钱这个评价体系了? 好,那紧接着有个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引入钱这个评价体系后, 店主可以通过控制钱的数量, 来降低破坏行为的估值呢? 原来地痞流氓们来破坏可没钱拿, 现在搞破坏都有钱拿了不是好事吗? 不管拿多拿少,也算是赚了呀。 这就要说到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了, 当一个人做事的内在动机强烈时, 一旦引入钱这个评价体系, 反而会削弱甚至扼杀人们的内在动机。 诶,你肯定觉得有些奇怪, 这不合理呀? 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们拼命工作不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吗? 确实没错, 通常情况下, 钱可以使我们发挥出巨大的潜力。 但是注意啊, 钱会削弱甚至扼杀内在动机的前提是, 当一个人做某件事的内在动机, 本身就非常强烈, 有钱确实能使鬼推磨, 但是有钱不能使鬼想推磨, 或者爱上推磨, 而且仅限于推磨这样机械性的, 不需要创造力的事。 那些需要内在动机强, 具有创造力的事, 有钱也不一定能激励你做到。 比如周教授在书里就提到, 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叫安安, 从小很喜欢读书, 他所在的学校为了鼓励孩子们多读书, 就实施了一个阅读奖励计划, 读完只订书单就能得到20元零花钱。 结果发现, 刚开始, 安安读的书确实是变多了, 但是当这个奖励计划结束以后, 安安读书的兴趣就越来越低, 他觉得自己读书只是为了拿到奖励, 而不再是享受原先那种读书的乐趣了。 再比如, 首届NBA终身成就奖得主, 著名球星比尔拉塞尔就说过, 当我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以打球来赚钱养家糊口之后, 篮球这项运动对我来说, 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磨砺。 所以,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 为什么店主可以通过降低钱的数量, 来达到不再被骚扰的效果。 说到这儿, 你肯定已经发现了, 金钱这个评价体系不仅强大, 而且有些评价体系一旦被金钱替换了, 又特别容易出问题。 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观点, 金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评价体系。 咱们来想个这么个事, 假设去年我结婚, 你给我包了600的红包, 那今年呢, 你结婚, 你觉得我应该还你多少钱的红包, 是最得罪人的。 第一反应肯定是比600还少, 包500, 包400, 都怪得罪人的。 但是, 这还不是最得罪人的, 最得罪人的是包610块5毛, 为啥是610块5毛呢? 这是根据国有银行, 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利率算出来的。 你看, 这就赤裸裸地向你释放了一个信号,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勤奋可言, 就纯粹是金钱关系。 一旦你这么换, 那不就直接等同用钱的评价体系, 直接替换了咱俩友谊的评价体系吗? 太得罪人了。 谈钱伤感情这句话可不是假的。 这本书里有一个理论, 叫做金钱单行道定理。 我们的生活中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感情关系, 比如跟朋友、爱人、亲人之间, 靠着感情来维持。 还有一种是经济关系, 比如跟老板、同事、合伙人之间, 靠着金钱在维持。 那什么叫单行道呢? 就是说,从感情关系转变成经济关系很容易, 但是要从经济关系转变成感情关系就很难。 朋友之间合伙做生意容易, 但是一涉及到金钱, 不管生意成功还是失败, 想要重新实习当年的友情就会变得非常难。 而且,不光是谈到钱伤感情, 看到钱或者想到钱也会伤感情。 明尼苏达大学的沃斯教授就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实验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他们事先布置了房间, 让两组学生进去后, 先在电脑上完成一个任务。 实验员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不自觉地看到平保桌面。 一组同学看到的是成群结队的热带鱼, 而另外一组看到的则是一堆钞票。 然后呢, 他们再把测试者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恰巧这个时候, 有人在过道上掉了个东西, 那测试者会不会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呢? 他们发现, 当看到或想到钱之后, 人就会变得不愿意帮助别人, 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也更不情愿向别人求助。 金钱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强大, 觉得有自己就够了, 不需要跟他人建立联系。 除了谈钱啊, 伤感情, 还有, 我们常常认为时间就是金钱。 但是周教授通过一些有趣的研究报告就发现, 这个想法其实是把双刃剑。 首先, 这么想肯定会让你更加珍惜时间, 不会碌碌无为, 但是这种心态也会让我们把自己的时间榨竿去赚钱, 导致不愿意花时间去做那些更有意义, 但是没有短期利益的事情, 比如花时间和朋友聊天, 享受家庭时光等。 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研究学者在2018年就发现, 那些习惯于把时间当成金钱的人, 承受着更重的心理压力, 而这种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唾液中的肾上腺素水平, 要比普通人高出23.53%, 换句话说, 也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得焦虑症、 高血压等这些疾病。 所以, 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 对于钱这个评价体系, 要时刻警惕, 并适当进行弱化。 周教授就提出, 把钱变得不像钱, 比如进行包装或者掩盖, 是个提升人际关系的好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 人情往来, 必须咱得包个红包, 不能直接给钱。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人和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金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总结一下, 金钱是一个强大且需要警惕的评价体系。 首先, 它强大, 是因为它特别容易替换其他的评价体系, 并且可以通过控制数量, 来虚弱或扼杀内在动机。 其次, 很多评价体系一旦被钱替换了, 又特别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格外警惕。 接下来,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谈谈, 该怎样主动管理金钱带给我们的效用。 虽然我们总说一句话, 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 但是你要知道, 要做到这点可不是个容易事。 我们对金钱的感知, 其实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哪怕是同样多的钱, 受到不同的影响, 也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 那要怎样主动管理金钱带给我们的效用呢? 读完这本书, 我发现, 其实最主要的是主动管理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 就是主动管理金钱的流向。 简单来说, 就是你的钱是给自己花, 还是给别人花。 那你可能会说, 当然是给自己花钱更开心了。 不对, 科学家们发现, 虽然我们以为有钱买买买, 能够更幸福, 但是那种幸福很短暂, 甚至长期来看会让我们苦恼, 而当我们把自己赚的钱花在别人身上, 能带给我们更大的效用, 变得更幸福。 比如有一天, 你突然在自己很久不穿的衣服口袋里发现20块钱, 你觉得怎么花会更幸福? 午饭的时候给自己加个鸡腿, 还是给好朋友准备一份小礼物, 又或者你把它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有研究学者就做了个问卷调查, 看人们会怎么花钱, 结果超过63%的人, 都认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会比花在别人身上更幸福。 也就是说给自己加个鸡腿, 比给朋友或者贫困山区的孩子会更幸福。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进一步在实际情况中进行研究, 于是研究学者们就招募了46名参与者, 并给他们5美元或者20美元, 要求他们在当天下午5点之前, 把这笔钱按照指定的方式花出去。 其中一族人就被指定需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而另外一族人则需要把钱花在别人身上, 不管是给别人买礼物, 或者捐赠给慈善机构都可以。 当参与者花完钱之后, 研究者们就测量了他们的幸福感, 结果表明,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 他们的幸福感要远远高于那些 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人。 另外, 人们花钱之后的幸福感, 跟之前得到的金钱数额是没有关系的, 不管是花掉5美元还是花掉20美元, 人们的幸福感都差不多, 说明幸福感只和花钱的对象有关系, 跟拿到的钱多少没有关系。 你可能会说,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笔钱反正也不是自己的, 所以花出去的话给别人也不心疼, 但是要是自己赚来的钱, 就不一样了吧。 别急, 心理学家们也有这个疑惑, 所以他们真的就去调查了 人们实际挣钱和花钱的情况。 调查对象是632名美国人, 最终结果表明, 一个人在自己身上花了很多钱的人, 幸福感未必高, 但在别人身上, 花的钱占支出的比例越大, 自己的幸福感就越高。 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 如果我有钱, 我也愿意花钱在别人身上, 也能更幸福, 达则奸祭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嘛, 但是如果我是穷人, 那我肯定是多花在自己身上, 才能更幸福呀。 那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者们就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 调查了136个国家的23万多人。 不仅如此, 每个国家的调查对象, 既包括城市人口, 也包括农村人口, 有穷人, 也有富人。 最后结果仍然是跟之前的研究一致, 花钱在别人身上越多, 自己的幸福感就会越强, 并且这个现象在88%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 最有趣的是, 哪怕是穷人, 也会觉得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更幸福, 和有钱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要解释一下背后的原因了, 影响我们幸福感有三大因素, 跟他人的联系, 成就感和自主性。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 不但可以让我们加深跟其他人之间的联系, 还可以让我们有一种成就感, 以及一种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自主性。 好, 刚才我们说了, 该怎样主动管理金钱带给我们效用的第一点, 就是要主动管理金钱的流向。 下面我再跟你说说第二点, 主动管理自己对于金钱的注意力。 换句话说, 就是尽量只看自己的收入状况, 不要盲目地与他人进行比较。 书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1993年的时候, 美国证监会发现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 近15年以来, 也就是1978年开始, 上市公司CEO的薪水就涨得很厉害, 1978年的时候, CEO的薪水还只是普通员工的36倍, 可是到了1993年, 就变成了131倍, 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异。 这样下去可不信啊, 于是证监会就为了不让CEO给自己加薪, 想了一个好办法。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公布高管的薪水。 这样一来, 所有的上市公司CEO的薪水, 都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比起普通员工, 他们的薪水的确是高得离谱, 那按照通常的设想, 考虑到员工内心不平衡, CEO们肯定也就不太好意思一直给自己掌薪了。 但是, 事实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自从实施这项办法后, CEO的薪水不降反升, 而且一路狂飙, 很快就涨到了工人平均薪水的369倍, 几乎是之前的三倍。 这是为什么呢? 心理学家就发现, 原来人们总是喜欢拿自己跟更有钱的人进行对比, CEO们根本不会关心比他们收入低的人, 他们眼里注意到的只有别家公司的CEO的薪水, 那这样一对比, 自己的薪水似乎不足挂齿, 甚至还有点少的可怜, 于是呢, 他们就纷纷上调自己的薪水。 你看, 这就是向上比较的力量, 即使CEO的薪水早期就已经是普通员工的一百多倍, 但是一向上比较, 他们还是会觉得自己的薪水太低。 现在, 我们也许能理解, 为什么著名美国记者亨利孟肯说, 人生赢家就是比你老婆的闺蜜的老公多赚一百美元的人, 人们是通过社会比较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所以假如你经常觉得自己的朋友圈里很多人比自己有钱, 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而并不是事实本身, 因为你只关注到了那些有钱人, 所以你看, 比较就是一个小偷, 他会偷走你的快乐。 最后一个主动管理金钱对我们的效用的方法就是, 主动管理好自己的钱和商品之间的距离, 不要被商家的引导和诱惑带跑。 心理学家们发现, 如果我们购物的时候把手放在口袋里, 就能更省钱。 乍一听, 这不是废话吗? 我每次买完东西, 钱没了恨不得剁手, 管好自己的手当然能省钱了。 注意啊, 这里要说的把手放口袋里, 不是防止你接触钱包, 而是防止你接触商品, 因为触摸商品,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促进你的消费行为, 降低你的支付痛苦。 举个例子, 超市是怎么出现的? 你想, 最古老的杂货铺, 店员是站在顾客和商品之间的, 当你想买某种商品的时候, 只能由店员递过来。 后来, 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出现了, 琳琅满目的商品出现在你面前, 只要你想, 随时就可以拿下货架上的商品, 触摸它, 感受它, 这样的接触啊, 就会增加人们对这款商品的购买欲望。 威斯康星的佩克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就进行了研究, 他们招募了231名大学生, 在他们面前放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弹簧玩具, 另一个是咖啡杯, 其中有一半的学生被告知是可以触摸这些商品, 而另一半的学生不能触摸这些商品, 之后每个学生都需要评估一下,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这件商品应该属于自己, 愿意花多少钱来买。 结果发现, 触摸过商品的学生会更加觉得这两件商品是属于自己的, 而且对商品的估价也会更高。 所以你看, 商家为了减轻你的割肉之痛, 也是把这套金钱心理学研究的透透。 但是啊, 透过这些有趣的研究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套金钱心理学研究透, 找到合适的方法, 主动管理金钱, 我们就能变得更快乐。 到这里, 这本身边的金钱心理学其中的精华部分, 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书里面有趣的研究啊, 还有很多, 比如, 有钱会让视力变差, 比如你拿到一张脏钱, 想尽快花掉, 其实还挺合理的, 但是会导致你买来的东西和花干净的钱不一样。 再比如啊, 作者还列出了五种金钱病态人格类型, 这些啊, 如果你也挺感兴趣, 我推荐你去阅读原书。 最后啊, 我还想跟你聊一点我的个人感受, 我们总说金钱不是万能的, 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可是如果细想一下, 怎么算重, 怎么算轻, 这个界限到底在哪? 读完这本书啊, 我有了答案, 这条界限就在于我们是把金钱当作目的, 还是当作手段。 前面我们聊了很多有趣的研究, 你会发现, 如果把金钱当作最终的目的, 那钱根本不会给你带来快乐。 所以啊, 与其说把钱看得轻一些, 不如思考一下, 钱对于你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手段, 它能带你去往哪里? 如果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你就找到了看待金钱的最好方式。